影星喔 可不可以談一下你跟這個電影 跟菲律賓方面是有什麼樣的合作 怎麼找到這兩個演員 首先先抱歉 因為我這兩個演員 因為他們真的很忙 所以其實他們很想過來 可是因為最近暗示蠻多的 所以他們就沒辦法過來 但是他們主要是 說實在的 要拍這部電影 都要從頭做起 基本上剛開始的時候 我根本不曉得 菲律賓的工業的狀態 我也很少去菲律賓 那基本上就是要先認識 住在馬尼拉的朋友 然後慢慢去認識那邊的自片 然後從自片那邊再找 通過自片再找演員 所以我們其實 單單找一個電影圈的 住在馬尼拉的人就非常辛苦 所以就是花了好幾年時間 然後跟著就是慢慢通過 找到自片之後 通過他的推薦跟介紹 我們就開始找到所謂對的 然後這兩個演員基本上就是 我大概解釋一下就是那個胖子 有一個胖子跟壽子 我們都是這樣子稱呼他們 胖子基本上是菲律賓的吳宗憲 主持出唱片 拍很多搞笑電影 然後這一次比較有趣的是 這是他第一次拍比較嚴肅的電影 因為以前他搞笑都是很多表情那一種 然後剛開始來台北拍片 他有點悶 因為他常常要加動作 加對白 加表情都被我壓下來 所以可是就是他過了兩個禮拜 他就跟我說導演 其實我非常高興 因為他終於覺得拍喜劇 他可以不用搞笑 然後旁邊的工作人員都笑得很開心 所以他就覺得他找到一個 非常新的方式演喜劇 然後另外演員他是比較是 演技派的就是比較method的 他就是有什麼角色 他就都有辦法去做功課去演 直接他在裡面講的中文 跟他剛有講的方圓 基本上是因為這部電影學來的 他平時不講中文 他也不講那個方圓 所以就是他為了這部電影做的功課 和他們兩個人的表演方式非常不一樣 謝謝導演 因為我們知道導演 您是那個馬利亞的華僑 那麼也在東南亞 比如說新加坡這些地方都工作過 那在台灣那裡做紀錄片 也做短片 也做廣告片 對於整個東南亞的這些影業 我相信您都有相當程度的熟悉 可不可以做一點比較 說實在因為我在台灣十年 馬來西亞獨立製片 這一波最近出來都是我在台灣的時候發生 所以之前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是沒有所謂馬來西亞電影 有就是說沒有像現在那麼多電影 所以我其實 除了認識幾個導演之外 我都不太認識 不能曉得發生什麼狀況 只是我大概知道那邊的電影都是 比較跟柯南 因為他們沒有政府支持 尤其是華人導演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 他們就是要拍片 基本上要用自己的錢 所以大部分電影都是用數位拍攝 不像我們那麼的幸運跟用三十五黎明 然後新加坡是反過來 我覺得新加坡有趣的地方 政府很想大力支持 可是新加坡地方太小 我覺得相對他們的故事就限制很多 所以總覺得這些導演拍出來的東西 都比較有限制就是 雖然說新加坡政府一直 一直撥錢大力的贊助 可是最近感覺上東南亞電影 有一點點起來 就是譬如說菲律賓電影 或者是印尼電影 這些都是在 他們在影展上都蠻出名的 聽說印尼電影 最近他們自己看國片的觀眾 他們國片票房已經超過一半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好 那阿本 因為其實國片現在也很少有喜劇 我們很高興看到導演 第一部劇集長片 就嘗試讓大家快樂一點來看電影 那我想是讓您這個題材發想的時候 是有些什麼想法 其實最初就是因為一部短片 波蘭世界短片 黑白短片 50年代拍的 叫兩個男男跟一個衣櫃 那時候看了這短片印象非常深刻 覺得就是他很短 大概十分鐘 然後就看著兩個人搬著衣櫃 在街上到處走 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畫面有很多故事在後面 所以就想搬到台北市 開始想像這些角色的時候 就發現說 住在台北市的台北人 是不會搬沙發 不可能自己搬沙發 他們基本上都會請工人啊 租卡車 所以就想說要發生這件事 只能是那種比較沒有資源的出去 那我只想過喬生跟外籍勞工 喬生是因為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曾經搬過沙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愉快的發生 可是當我想到外籍勞工搬沙發這件事 就覺得更有趣是因為 他們基本上就是百分百外魂 因為語言文化背景什麼都不一樣 以他們當主角的話 其實會把整件事變得很有趣 比他們的角度來反抗 反抗台北 或台北市或台北人那些東西 所以就非常有趣 所以就決定用這件事 然後決定用喜劇是因為 我發現如果觀眾從頭到尾都看著 兩個人搬沙發 如果不輕鬆一點是蠻沉重的 再加上沙發本身就真的很重 所以就覺得說 我還是需要比較 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去做 然後就覺得說兩個人互動 如果有一點喜感的話 會比較好 所以才會把這個 把這個元素加進去 謝謝導演 創作了這麼一部有趣的電影 我現在把現場交給大家觀眾 所以有什麼問題 歡迎發問 這位 導演你好 其實我剛剛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他 從沙發那一個段落開始 我覺得他幾乎要發展成一部公務電影那樣的體質出來 可是他後來 我覺得他有某些地方 他是有做適當的收縮 所以他保有了很完整的台北的地域的特質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通常我們在看我溫德斯的電影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的路程和地點擴張得很 就是他的 就是比較廣 就是地點會比較廣 還有美國的公務電影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因為他 是 藉由外景老公在他鄉異地的 語言不通這樣子的特質 反而去 去擴張了他 他那個 內在的 遙遠的距離 那樣子的感覺 那我不知道何導演 有沒有比較喜歡的公路電影這樣子 我是蠻喜歡公路電影 因為我上一部短編叫下午 他也算是一種公路電影 雖然說開得不遠 那個 然後 《你他媽的也是》 一個墨西哥導演 我剛剛不是在講張話 這是一部片名叫《你他媽的也是》 然後是墨西哥導演拍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有公路導演 因為通常大家講到公路電影是很嚴肅的 就是溫德斯那種 什麼自我流放啊 自我就是很深沉的那種公路電影 但是《你他媽的也是》這部電影 其實讓我看出來公路電影是很輕鬆的 所以 其實 其實 其實這部電影也可以算是一種 沒有開車的公路電影 就是走路的電影 所以 我自己蠻喜歡拍從一個點到到另外一個點的影片 因為更有挑戰的是場景一直在換 你永遠沒有回到前面那個場景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這一位 大家的筆塊 那個 何導 你好 我們那個 我看完這部片子 其實我最關注的是何導 對外勞這一個 這些角色的觀察 因為我想你們過去看過很多台灣的導演 他們對於外勞的描述不是仇角化 就是可憐他們 但是我發現何導這部電影 其實這些外勞是有夢想的一群人 他們不是因為 因為 因為沒有什麼技術 所以不得不來台灣 來賺多一點的那個工錢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就 何導 你會不會覺得是 你本身的身份 因為你是 你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你在 你在全世界各地工作 那你對於 每一個 每一個外地人的 處境 你會觀察比較深 比我們本地台灣導演 去描述去 甚至去可憐這些外地人 會有更深層的觀察 那 這些觀察 你可不可以多談一點 那你是怎麼做功課 喔 這是一個論文 我是外國人 所以我的角度 當然就是 我的角度 所以我沒有特意 拍片的時候 我會特意說 我今天要用外國的角度來拍 因為 我拍什麼就是 我本來就是外國人 所以 我當然是比較 對這些外來的人比較敏感 因為我常常說 我自己是外勞 因為我發現 我常常發現 我之前有工作證 所以我是 勞委會發給我的 那外勞好像也是勞委會 應該是 所以 我是高級外勞 然後 那個 所以 多少少就會比較 我覺得這跟我 故事發想有關係 我 我剛剛講到故事發想 是 來自短片 我是因為思考角色的問題的時候 才找到 才講到外勞這件事 我不是因為 其實我很膚淺 我不是為了外勞的議題 而去拍外勞片 我只是因為 在整個過程中發現說 用外勞比較有趣 可是 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是 我比較把他們 平等的當作人來 人來看待 因為其實 說實在 即使這邊很多 那些 幫外勞爭取 議題的 一些 東西的 團體 他們 永遠把他們 當作成 一個符號 好 雖然說他們要幫他們 爭取福利 什麼什麼 他們永遠看 把他看成是 弱勢的人 所以你就把 這些人 符號化 就是外勞 就是外勞 永遠就是把他當作成外勞 而沒有把他看成 神是 他跟我是一樣的人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這個 我這方面 就沒有太多的限制 我就把他人看 他們 他們也有外遇 他們也有 想要約會 追漂亮的妹妹這樣子 所以就是 然後我特別 希望大家看到 是他們下班後的樣子 因為大家都覺得 外勞就常工作 沒有人知道外勞 下班的時候是 什麼狀態 所以台北新一天 就是他們休假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些 多多少少都有 這些想法 多多少少會讓你看到 其實說實在於 我 我希望到了 30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是不是 外勞不是重點 他們就是兩個小人物 他們要的就是 那麼小小的一個夢想 所以他其實是 這個 這個題目 是全球化的 他不一定就是外勞 他其實 我如果在紐約 我想搬殺他 我要找朋友搬殺他 我們也是 搞不好也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造業 所以我就把 這些人 變成是一個人來看待 那我就 比較沒有這樣的 這樣的包袱 的確啊 何導演這種 比較人性化的觀點 讓他的角色 人物更加立體 沒有啦 蠻膚淺的 那剛剛 何導演其實一直提到 你在紐約 當學生的時候 應該是里安的學弟吧 不是我是大學畢業 我不是初始班 OK 那可是您剛剛有提到 您在紐約的 當學生的時候 有搬沙發的經驗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也沒有什麼 就是 他們就是很愛 把舊的家具放在街角落 我們這些窮學生 就是看到一個沙發 覺得說奇怪 好浪費 就搬回家 我沒有搬那麼重的沙發 我是搬個人做 就是一個人搬的那種 那跟沙發用了三天 我還記得 好 哪一位還有問題 是一位 直接講嗎 我想請問一下導演啊 之前現在的副方獎 還有跟你交流過一次啊 對 好 然後這一次的話 就是因為是透過 就是在看某片 然後我覺得有些想法就是 嗯 嗯 這裏面講的有個知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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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一般的水平